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联合报的头条也是 台北市体育局长洪嘉文请辞 不过因为他身兼市大运的副执行长 外界就担心核心干部不断异动 会影响到市大运的进行 接着再来看到的是中国时报 蔡英文总统周五启程出访巴拿马 随团企业的名单曝光了 而自由时报则是说 台湾电信协会和台湾邮政协会 拥有上千亿的国产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 4月6号就要求要在三个月内归还 而现在眼看期限就要到了 立委表示会紧盯交通部 了解完了三大报的头条之后 接着要再来关心的是 根据统计 机车车祸死亡的比率 占了所有车祸的六成以上 交通部长言你 要将机车也比照汽车 纳入强制险保费差别费率 只要机车违反违规肇事 隔年的保费就得加收1.6倍 加收保费 吓阻不法 也不排除要提高罚则 降低机车违规许减 去年底一位六十多岁老先生 酒喝骑车不但酒醉摔伤 更撞上旁边骑士 导致无辜骑士当场死亡 交通部长贺成旦上任时就表示 强化道路安全是上任的实证重点 有鉴于车祸死亡率 机车事故就占了六成以上 比例之高 让交通部延拟 将机车比照汽车 推强制险保费差别费率 只要机车骑士肇事违规 就得多付一点六倍保费 根据交通部统计 台湾目前大约有 一千三百六十五万辆机车 使用密度之高 排行世界第一 再加上七机车平均一年 因为肇事导致死亡的社会成本 就高达五千亿 运输研究所表示 汽车酒驾超速 隔年的强制钱保费就得提高 打算也将机车纳入办理 去年三月起 汽车实施酒驾加费制 一旦有酒驾记录 隔年保费就加收两千一百元 而且无上限 交通部表示 加收保费最主要是要 嚇阻违规 至于机车实施强制险差别费率 目前还在跟金管会 演理当中 也不排除提高违规罚则 来降低机车违规事件 继续李志华 陈保罗 台北报导